胆固醇膏少吃哪些食物 这是我的好多粉丝朋友给我提的问题 今天专门给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说呢 什么是胆固醇 我们平时啊 能够看到胆固醇啊 往往是做化验 插血脂 里面呢 比如说四项 总胆固醇 甘油酸脂 低密度脂蛋白 高密度脂蛋白 这其中除了甘油酸脂 那三项都是胆固醇 但是高密度脂蛋白是一个好血脂 越高越好 我们今天不做讨论 我们今天主要给大家说 总胆固醇 高和低密度脂蛋白 高的这些人 饮食上应该注意哪些 让我说啊 主要注意四点 第一点呢 就是少吃高胆固醇的食物 因为呀 这个很好理解啊 你胆固醇高 你在吃更多的 含胆固醇高的食物之后呢 它尝到吸收 这个时候吸收的多 胆固醇就容易更高 那么哪些食物含胆固醇高 比如说蛋黄 鱼籽 某些海鲜 比如说鱿鱼 包括动物性的这种大肥肉里面 动物性的这个肉里面 有些都是胆固醇含量比较高的 胆固醇含量高啊 这个杂水的动物就会觉得香 就是那种肉香味就比较浓 所以说呢 我们有的时候还爱吃 比如说猪头肉 好多人特别爱吃 包括下水 包括这个内脏 它就是因为胆固醇高 给人这种感觉 味觉上的感觉 但是我们人类血液当中的这个胆固醇 30%来自于肠道吸收 所以说如果大家胆固醇高 还要少吃这种高胆固醇的食物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第二点我说要少吃高饱和脂肪酸的食物 哪些食物饱和脂肪酸含量多呀 其实简单说 你像这种大肥肉标的 动物性油脂 它就是饱和脂肪酸含量多 你可可能某些油 植物性油脂 比如说橄榄油 它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多 不饱和脂肪酸是一种好的 但是这个饱和脂肪酸就不是很好 我们吃多了之后呢 它到了人体之后 它是在肝脏形成胆固醇的底料 它是形成改弓醇的物质 就跟那个刚才一样 它是炼钢石炼铁石 只有炼完了 只有这个炼铁石出来 它才是铁和钢 所以说呢 它是原料 原料也注意少吃 因为你原料多 它就合成的多 尤其是注意这种特别肥的 动物性油脂 饱和脂肪酸含量高 第三个呢 就是给大家说反式脂肪酸 好多人说反式脂肪酸是什么 我跟你跟大家说 其实这个超市 还有好多小食品 包括冰淇淋当中 都有反式脂肪酸 比如说大家看到配料上有 清化食物油 纸纸末等等 这种表述 这都是反式脂肪酸 反式脂肪酸和胆固醇 可以狼狈于一间 共同形成人类心脑血管 疾病的病理基础 动脉中药硬化性的中药斑块 就负责里面黄成成大油包 这两种物质就特别容易形成 所以说如果你胆固醇高 为了将来少发生 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几率 咱们反式脂肪酸 还要注意少吃 就是这些小零食 里含有的那些东西 第四点呢 实际上就是大家注意 少吃高糖的食物 一个是含糖量高的食物 再一个含糖饮料 因为这种含糖高的食物 这种糖毒性 会带来止毒性 它最明显的是 身高肝油酸质 但是对于胆固醇也有影响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少吃糖 其实除了这四点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需要注意的问题 比如说要低脂饮食 低瓢瓶饮食 这个都很重要 所以说对于说胆固醇高的朋友 大家平时饮食上的禁忌 一定要注意张大夫今天讲的这几点 只有我们把生活方式处理好了 才能卖出控制血脂的第一步 您说对不对 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够帮到手机前面的朋友 如果大家觉得好 觉得不错 点关注点收藏 也可以转发给身边有类似问题的亲朋好友 关注健康 关注张志云大夫